香港一名21岁游泳池救生员 涉2019年6月12日在金中参与暴动 5月15日于香港区域法院被判究4年 本案自前于5月4日在香港东区法院审理 被告在庭上承认一项暴动罪 据悉,这是修例风波中首位承认暴动罪的示威者 2019年6月12日,有激进示威者在金中一带闹事 阻止香港立法会审议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被告险家豪承认当日向警方防线投掷头盔 俗称雪糕桶的锥形入障和雨伞等杂物 他当时身处暴动前线,与警方防线抗衡 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尽管大部门暴动离开现场 被告仍留守并多次向警方投掷雨伞等杂物 最后被警方制服和拘捕